嗯 对吧 来 就到狼队队的X肉的比赛 究竟谁可以直接晋级 而谁又要再打一轮 我们的内战 上了X肉 可以 站点站得非常顺利啊 先来看看个人的数据啊 若琪怎么有点牢 直接变牢吸 确实小牢 嗯 第二点X肉还是打得非常的凶呢 马哥在二楼跳下来 宝贝皮蛋给反杀掉 啊这个点狼队不是很好进了 嗯 对方控的X肉控的还是很不错的 no no 二楼控下来 看点内的拼抢 点内拼抢才是最关键的 穿梦和速诺 都已经杀疯了 非常舒服 二楼 从对枪看过来 X肉可是完全都能对赢的 是 第一轮主要的拼抢 X肉现在是小领先 是的 因为在出征之前啊 两支俱乐部我都去做了一波探访 其实从队内的氛围上来说的话 两支俱乐部都非常好 都非常的轻松和愉快 X肉这边的话 整体的感觉 很严谨 而狼队的感觉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自由和奔放 自由和奔放吗 对 但是他们的沟通是很自由的 哦 穿梦 R90 点的偏两个 但是被皮蛋给补掉 像皮蛋再往前推 推一波复活点 但是苏诺守住了 用大招 这边开大招了 三杀 漂亮 若曦的大招 再往前轰 点内反踩下来 但现在一定要守住 复活点才是关键 复活点一定要守住 感觉X肉的小技能 终极技能要combo起来了呀 这个点 再开等化枪 再刷一波 二楼再刷 点内有人 直到有人 跳下去 这清雪道 其实很舒服了已经 只能让皮蛋给手撕掉 来看缆车站 缆车站是关键 看大招 X肉现在还有两个大招 已经先行踩到复活点 看狼队怎么打了 狼队现在也有两个大招 看能不能一步步往前推 KING 外面 捧一波 鹰雾起 有没有人去 KING在等待 等待一个和自己协同的人 再被打掉了 有点困难 前15秒钟左右 狼队应该是碰不到点了 再起烟 但是穿梦直接进化者烧出来了呀 被吸星给接住 没有让这个烈石扩大 而凤莲这个技能 也没有说太针对到对方的终极技能 穿梦有一个空队地 炸了一波双杀 现在差距已经拉开非常大了 而马哥还能再续上一个黑洞枪 没错 穿梦这一波太关键了 进化者一烧复合 只有在空对地 再加上马哥这一波combo联系起来 基本放弃争夺 缆车战基本结束了 节奏已经完全起来了 对 但是也看到了我们国富赛区 狼队和X-ROW 目前的一个在热点的小差距了 强度还是很高啊 狼队最后尾分4分拿到 但是X-ROW凭借这个点 已经接得起60分的领先优势 看看KING能不能守住 没守住 X-ROW两个人直接去后山 把复活点给抢下来了 现在X-ROW就是跟土匪一样 既要又要 我上一个点位的分要 我下点位复活点我还要 是的 不过好在这一侧的复活点 是被凤年给撕开了 皮蛋 三个人全部顶过来 应该是可以滚 穿梦 穿梦和NONO全拦住了 但还好安在有利爪 但是收两个皮蛋再来 有机会假一波点 往点内去点内同时到 看谁的枪更命 是皮蛋了 打两个三个四个皮蛋 这一波顶住了 把点人拿了下来 真的全靠他一个人呀 队友也撑到他们来了 但是穿梦也想一喷喷了两个 现在点内还是有狼队的人 哇 这一波皮蛋太关键了 这一波挽回狼队 至少三十分 至少三十分 是的 分数追回来了很多啊 而且复活之后还在发挥 没错 现在手感最好的 狼队这边就是皮蛋了 19个击杀 而另外一边 穿梦和NONO 一个25 一个26 而若曦和苏诺的话也是17个 在人均的这个加上 没有说XO是要更好的 导致了他们第一轮确实是领先了 接近50分 是的 我觉得更多的是XO这边的终于技能有的好 嗯 他们combo接的好 开的时机用的不错 开玩凤莲 把无敌位先打掉 但是背身被NONO给偷了 一个战胜机有点浪费 NONO重天二将再打 先打一个再打第二个 赚起来的四连杀 你看这个等化枪和 5-5连杀 NONO 他想直接进击 6连杀 要来了七连杀吗 没子弹了 被NONO给接住 如果再给他两个发 七连杀就来了 是的 确实让他游龙起来了 打得很舒服 而且我记得这把他所有开的等化枪都很舒服 都刷起来了 没错 NONO 背身能偷吗 可以 偷掉了 偷掉了 是的 守思了对方一个技能 让他白给掉 但是目前狼队手里也没什么太好的技能 而分叉又拉开了一倍多 这个点位 双方都在拼抢 但是进入到点里的还是X-ROG 比较中立 下一个点位 现在X-ROG的分数领先是比较大的 而作为测到点位来说的话 更多的就是把这个节奏看能不能够给抢回来一些 因为车道不要中立的点位 更多就要拼点还是要拼点 怎么拼呢 空二楼加点内的一个强度来做拼点 你看马克下做就是空二楼 二楼控制下来 让点内从立去上点 而苏诺 提前40秒直接绕 直接选择去带复活点 换过来了 真的很靠前 但他也是相信点内的NONO 把人给送过去 换过来了 复活点是换了 看安仔这一波 直接被若曦逮捕 逮捕到了 点内的拼抢现在很中立啊 都有人在上点 NONO 点内无敌了 现在马上要40个击杀了 最后西行把人解决掉 这个尾芬是想让了 来看看 来看看下个点位缆车站 上一轮XO就在缆车站当中 大杀四方建立起了领先的优势啊 我直接 缆车站很关键 提前开技能 但是立爪时间掉了 而若曦的榴弹炮还在发挥 中路有人去 中路有人 若曦 将棋戏在开 有收获 嗯 还有雪道 凤年也被收掉了 也被逮捕了 那只能从正门来了 这肯定是控住了呀 看复活点 复活点现在有一个人 又是NONO 又是NONO这把等花枪 嗯 找人 很关键 往前顶 往前顶 看到皮蛋了 哇 直接穿两个 看好亮 Timing抓得太棒了 Timing抓得太棒了 很舒服 但现在XRO前后都有人复活 选择先轻一边 选择先轻正面 没问题 坐得很到位 空队D再看一下复活点的情况 再炸一手 但是狼队马上要夹击复活点 夹下来了 这太轻松了 狼队也皮蛋赶紧开技能 想挽回一波损失 现在进入到了典里 XRO可以不着急 狼队刚刚前后 都有人复活的情况下 皮蛋 夹得很关键 是的 但是这波皮蛋 他等花枪还在 并且还拿了一个四杀 其实对于狼队来说 非常关键的 空队D又蓄上 但狼队现在 马不停地往下复活点赶 因为他们下落后都比较多 但下个复活点 马哥已经站好了 有力的对枪位置 复活点现在已经完全空了下来 呃 那有机会在这个点位 结束比赛的争夺了 嗯 是的 穿梦也开了 穿梦进化者 开始烧了 有人吗 找人 先进点 先进点 啊 再往出去 再进来 进来又出去 你来打我呀 骗了一个进来 直接烧掉 舒服呀 安仔在后面也不太敢动 整整整整整奔 凤年这个技能 可以 能不能开出来一条路呢 但是进入点内 直接掉了 嗯 掉了 现在领先100多分 这个领先 有点太大了 是的 主要这一波结束之后 狼队已经没有任何反制的手段了 有机会 等一波 这个点位了 嗯 这个点位很关键 最后的20秒必须要拿 对 双方都没有终于技能的一个情况下 拼枪和上点 看狼队能不能把这个点位给吃满啊 皮蛋 哦 再加 再接一个 两个换子弹 再接一个吗 哦 被马盾思线反杀 点的现在 XO疯狂在踩啊 230分已经过了 90分的领先 XO容错率非常高 是的 过期提前开爆 37个击杀 穿梦44个 NoNo50个 在热点模式当中看到了XO想要直接进击到八强的决心 他们等这一颗等的太久了 三年的等待 嗯 是的 马哥这边 在开技能 清了一下点内的人 但狼队还是在 还是很顽强啊 得热控得天下 XO今天的状态来看 热控状态非常非常的在线 现在 比赛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 我要为狼队想想他们该怎么赢 爆破可能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不过这个形式慢慢追分 其实追的也很紧 现在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但就当局来看 XO还是占据了比较 好的 这个优势的 他们人员的这个枪法更好 双50 这怎么破嘛 双50啊 嗯 穿梦和NoNo 对 但是这个点位比较有意思 狼队的人怎么都赶不走 所以说也没办法 结束 转移到下一个点位当中 最后的7秒啊 最后的7秒 双50 嗯 绕背身 再偷 NoNo 等化枪开起来 又是这个等化枪 56个击杀的等化枪 他这奔的60去了 真奔60去了 点的进化者也被直接打掉了 又是这两个技能 那点内是压力太大了 狼队是不可能进的 也是要恭喜XO 第一分拿下 这可不是一个常规的选择啊 来看看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谁选的 打发射 干谁 这两边谁这张图练的更多了 这可是我们国服赛区可能是这种看家的地图啊 粗诺先鞠一个 果真剃了光头之后就是准啊 世界赛内战啊 亮出这张图 你上来先白嫖一个过点啊 看看啊 慢啊 不拿包啊 这张图确实打不快的 只能是慢 嗯 速的话 很难 中午埋人 下XO的防守顶得很靠前啊 控图控得很死 对 导致狼队从哪边走都不好走 苏诺又看到再鞠一个 OK 再撤 已经调两个了 就又来到爆破 又来到 这个慢的运营上面 这XO还是很舒服的 狼队现在压力依然是更大的 苏诺这还有一枪的机会 还有一枪 但他这次没保镖了 只能是应对了 应接 中路 诺诺又来 看到King了吗 这个timing 这个timing 你敢再出来一步 啊就完蛋了 40秒钟 必须要选择一边了 但钓两个人的情况下 很难 很难 是的 控不控太死了呀 你上来被苏诺白嫖俩 然后Nono又直接解决掉了King 剩下的人的位置 其实差不多也锁了 苏诺打掉封年 只剩7行了 二一打四啊 难啊 太难了 主要慢下来 可是这个又是防守方 那狼队确实拿分不容易的 对 什么直接待不了最后的七星 确实一上来内战 碰到X-Joke 这个狼队确实状态很难起来了 嗯 这一次 这一次皮蛋聪明了 他直接选择滑场过去了 滑场过点 没要速度逮捕 还只能慢 还是只能慢 他也是吃一欠长一智了 对 这部X-Joke 这部X-Joke的这个控图就没有那么 那么强势了 穿梦 这边要接架了 一把MG-42有防暴 哦 防暴没了 主动要出击了 闪到了 闪到两颗闪呀 敢不敢拉 配合配 这部 有没有配合 有没有配合 没有拉 没有出来去解决穿梦 而穿梦已经往前摸了 马哥这边要保镖 因为 如果要打穿梦 马哥这边一定会拿到 先拿到消息 等于说他算是穿梦的保镖 穿梦自己再收一个 马哥 哦 哦 是手手枪的失误 但还好有人补 2-0 要速吗 四个人 到内场 想速A 道具给上 看看有没有机会 速一波 皮蛋 想抓人 但是没抓到 让穿梦给跑掉了 穿梦这次拿的是一把 R90 速度要开始控A了呀 哦 完了 哦 啊 KING哥 这把马哥打掉了 他还要穿梦过来补枪 补到一个 还有机会再打第二个 双杀到手 直接反包一下 可以强拆了 可以强拆 今天XZO的前点 手感太好了 穿梦你就六个击杀了 对 3-0 你爆破也要被XZO碰压吗 这个相对来说防守防好打一些啊 看看攻守互换周会不会有不一样啊 但如果落后太多的话 主要这是7分呀 对 7分 换边之后也有点难受的 这要慢下来的防守 这XZO速落发挥很舒服 对 3-0 现在GCX 这是往哪炸的 苏诺也看住了 两边 两个角落 两杆鞠在手 嗯 这无论如何是会 是会被白嫖的 再来 这一上来皮蛋 又是皮蛋 皮蛋 难受 两三次倒在苏诺的枪下 但King这波不错 King这波不错 看Nono能不能补上 Nono补了一个 也被气息给补掉 三打三的一个残局 现在对狼队来说 这是最好的结果 就是人数互换 用人数去把你这个 空点的人全部清掉 在喷泉这个位置 中路这个位置的空点人 全部清掉 但是B点不能被苏诺 给抽到人 因为他抽到人是可以走的 只能看King能不能盯住他 他在二楼啊 他在二楼 反架的 敢来吗 一定要收到 哦 滑过去 应该是听到信息了吧 但是苏诺的位置是很神秘的 川某也过来架了 直接 直接穿宝典 这宝典能穿吗 这样穿的 心情面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马哥又找了一个角度 直接狙掉了 安仔过来 背身解决掉苏诺 主动出击 听那边也解决掉了一个 在下包 只剩马哥了 马哥一打二 能狙吗 看到了 空枪了 马之米空枪 再空 那就没机会了 是的 如果说这个狙掉的话 一打一 马哥有得打 嗯 但是这一波残局的处理 狼队也是主动进攻非常关键的 嗯 对吧 埋伏在B点的速度给逼了出来 给找到了 也是拿到了比较关键的一分啊 嗯 这一分算是找回一些这种节奏啊 像皮子安现在还没有开张 因为他已经连续两三次被速度首杀 对 对 因为这张图 你上这个前点啊 很难办呢 嗯 他要去拿信息 他要去过点 就是会被狙抽的 一旦是两到三个回合之后 他的这一把手感 一下就下来了 是的 你想想穿梦多少个 六个 啊 宿诺也有四个 诺诺也有四个 手感一旦起来的话 就打得很舒服了 是的 所以说狼队现在他们的前点 更多的就只能熬过 现在的进攻防 连移到防守方 川梦又一个双杀 马哥在手拘一个 川梦三杀了 三杀 就位置选的好啊 哎呦没了 包夹了 太舒服了他们打的 指甲风天 哦 四杀川梦 单回合的四杀 今天的手感太好了 无论是刚刚热点的 盆子 还是这把MG42 一川三的场面 真今天打了很多 来了 给道具 宋诺必须往后撤退 把你的居位给逼退 Nono还在进点 去做一波干扰 川梦 打得好灵活呀 R90MG42短剑 什么枪什么有 再来 又是两个击杀 还能自保 游龙骑来了呀 大川梦 十二个击杀 这把包MVP了 已经推加了 嗯 该架的架 该摸的摸 三个 又摸过来 三个击杀 太漂亮了 十三个 有一点回到S7的感觉 S7的穿梦 是有多么的无敌 这么无敌 世界冠军有了 一步一步来 十三个击杀 这基本上属于是 把全队其他人加起来的数量 对 这才六个回合 十三个击杀 最有十五个 自己拿了接近一半 若西 还没开张 现在这是要提 提车了呀 年少有为 三辆奥迪 哈哈 道具 穿梦跑 想炸我 没门 灵活 安在这个位置 没对过 穿梦手感太好了 四个 有点好的夸张 King G一个 二打二 小安包 看这回合 有没有说法了 拆封成了一打一的局面 过来 King没有打过穿梦的手感太好了 不论对上谁 一打一都能打过 是 知道你在这儿了 苏诺跑得掉吗 回手再一局 这么秀 他回手后撤步这两步什么意思 为他要跑 我以为他不知道 或者说要跑 他应该是要跑 但是发现跑不掉了 回手一局 耍了拨帅的 因为按理说 他听到屁股后面有人的 但是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一种 法杀的感觉 AXO 李现在晋级八强 只差一分 是的 苏诺鞠一个 安仔再来 补掉了穿梦 终于是打掉了这个穿梦 15个击杀了 太恐怖了 若曦也顶了 压加打 压加了 马克 再来 怎么打怎么有 嗯 而这一把皮蛋又没希望了 皮蛋真要提车了 真的年少有为 三辆奥迪 提了一辆美国进口的奥迪 恭喜AXO 2比0 紧急到了 8